北检持续追查金华城容积率弊案 今天传唤了台北市不动产同业工会 名誉理事长陈春彤等人 以证人身份道案 以厘清整个审议过程 戴着口罩走进北检出庭作证 他是北市不动产同业工会 名誉理事长陈春彤 布局台北大职超过30年 被号称是大职的神秘大地主之一 而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因为台北地检署 侦办金华城容积案 13号首都以证人身份约谈 他等两名委员道案说明 以厘清金华城案容积案当时的审议过程 而另一名委员就是身穿白衬衫的这位 是中华民国住宅学会理事长陈明吉 不过事实上金华城容积争议整齐案件 源自于2011年 微经集团向北市府申请变更土地使用分区 并申请了提高容积率 在科市府时期也就是2021年间 准许容积率再提高840% 引发外界质疑是否土地厂商 如今检方除了要调取相关会议记录 也约谈承办人员 厘清整个审议过程 是否有外力介入或是违法之处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